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几乎以一己之力颠覆了人类的航天视野 现在国内发射一颗百公斤的小卫星 大概需要几千万人民币 而马斯克的SpaceX已经把这个价格降到了100万美元以内 他还宣布将在五年内把每公斤的发射成本从1000美元降到10美元 这什么概念呢 假设一个成人的体重是80公斤 那么将一个人差不多重的物体送上太空 这个成本大概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 由于马斯克的SpaceX这些年的突飞猛进 在中国也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商业航天公司 包括星际荣耀 蓝箭航天 零一空间 深南航天这样的商业火箭企业 以及天一研究院 威纳星空 银河航天这样的商业卫星企业 融资和发展速度都很快 那么商业航天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那么现代航天可以说是起源于冷战的需要 美苏制度优越性的较量从厨房拼到了太空 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 率先实现了载人航天 美国马上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不就是玩举波体制吗 你会我也会啊 于是就成立了NASA 尽管土星5号和阿波罗11号创造了勇载人类史册的一小步 但是冷战的航天竞赛 本质上讲更像是大国的面子工程 实至今日 航天仍然更像是科研 而不是一个产业 科研可以探索性的把宇航员送到月球 并带回一些月长做研究 但是并没有实现宇宙飞船 航天飞机 火箭卫星的大批量产 把几万人送上月球或者火星 那更是实现不了 而航天要真正变成一个产业 需要有几个代表性的指标 首先从资金上讲 涌入到航天的钱应该是来自于市场 而且是自发进入 不是纯粹的行政拨款 而且还要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 为用户创造价值 目前人类的航天活动分为国家投入航天和商业航天 这就像郑和与哥伦布都是搞航海 郑和是拿了国家的钱 不国为于四方搞一个航海壮举 但是并没有带来商业层面的正向循环 而哥伦布和麦哲伦这些西方航海家 他们搞大航海 是去找西班牙葡萄牙王室的天使投资 航海成功之后 需要给支度他们的金主带来经济回报 这样就会刺激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但是长期以来 阻碍全球航天由科研变成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个字 贵 1969年 美国制造和发射一枚土星5号的成本是1.8亿美元 一次性的 而现在这个成本要乘以10倍 因为航天发射的高成本而导致商业失败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摩托罗拉的一星计划 上世纪90年代初 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巴里·伯蒂格和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 他的妻子一直抱怨 说他无法用手机联系到客户 回家后 巴里和摩托罗拉在亚利桑那工作的卫星通信小组的另外两名工程师 想到了一种解决方案 发射由77颗静地卫星组成的新群 让用户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 由于金属元素1有77个电子 那么这项计划就会称为一星计划 当然 后来微星的总数讲到了66个 然后摩托罗拉公司变寻全球可以提供火箭发射服务的国家 美国的德塔二型 俄罗斯质子K型和我国的长二宾改 分别承担了一星的发射任务 到1998年5月 步星任务全部完成 那么当年11月1日 正式开通全球通信业务 这个项目花费了50亿美元 正是因为这个成本过于昂贵 导致使用成本也非常高昂 而此时在地面驾驶基站发射信号进行移动通信的模式 在全球很流行 那么这种方式虽然不如卫星通信覆盖的区域那么广 但是成本大幅降低 迅速击败了民造一时的一星计划 到1999年一星公司宣布破产的时候 它也只发展了1万名用户 在上世纪90年代 无数投资人在航天这个行业亏得裤子都不胜 比尔盖茨也投了很多钱 结果亏损严重 后来表示再也不碰了 此后人类航天就进入了低谱期 而打破这一僵局的正是马斯克的SpaceX 他干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降成本 10倍100米的降 马斯克进来以后 首先把航天记者成本拆到最小单元 就跟他造特斯拉电动车干的一样 他发现一次性使用的液体燃料 只占火箭成本的千分之五 而火箭箭体发射一次就报废了 于是就开始发展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火箭来降低成本 火箭箭体主要是铝合金、钛、铜和碳纤维制造的 这些原材料也只占火箭成本的2% 马斯克得出结论 火箭之所以贵不是因为原材料贵 而是过去的制造商将这些原材料 组合搭配技术水平出了问题 所以他在生产制造环节 做了大量革新 就跟当年福特搞流水线改造汽车生产线一样 此前传统国音部门主导的航天发射 很在意发射的成功率 所以倾向于采用昂贵的航天级别的定制零部件 导致了航天器价格高涨 但马斯克不在意发射成功率 他用写程序的方法造火箭 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失败了就马上改进 以最著名的垂直回收技术为例 Spice X为了测试垂直起降性能 专门打造了一天名为炸蒙的实验火箭 第一次只能飞不到两米 第二次也不过五米 第三次四十米 炸蒙火箭就这样 在不断的失败中得到改进 经过无数次的爆炸燃烧解体坠毁 最后猎鹰九号火箭诞生了 此外 猎鹰九号还大胆采用了非航天级的工业元器件 尽管不像航天级设备那样能扛低温扛高热防辐射 但是胜在价格便宜量又足 而且只要运用得当 也不影响使用 这就使得猎鹰九号的成本一降再降 马斯克还极大的改革了火箭和卫星工厂的生产流程 以卫星生产为例 传统的卫星采用定制模式 生产周期长达数年 制造费用常常高达上亿美金 而马斯克建设的流水线卫星工厂 第一次解决了卫星生产的工业化 这个工厂采用汽车生产中的模块化理念 将卫星生产分为四大模块 模块化的好处 是找到卫星生产之间的通用型零件 减少不同卫星生产的重复劳动 例如SpaceX发现卫星生产中的供电 数据管理 摇杆控制 子轨控 热控等系统都可以重复使用 通过模块化 开发出了一系列卫星开发平台 使得新的卫星在生产的时候 只需要重新设计和生产 一小部分的定制模块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理念类似于乐高积木 大量通用零件复用 使得卫星交付周期缩短5到6个月 由于生产流程的改进 猎鹰火箭所使用的猛禽发动机 由自己研发生产 目前的产量已经实现12小时一台的速度 也就是说每年可以生产700台以上 要知道全中国每年发射的火箭数量 加起来也就四五十个 产量的提升又进一步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对于这个模式 我有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火箭不就相当于当年的移动互联网时期的 四季五季网络吗 卫星就相当于APP开发了 十多年前 中国刚开始普及四季和日后的五季网络 很多人搞不清楚 费那么大劲 搞这么快的网络有什么用呢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很快就超出了什么的预期 大量新兴APP的出现 使得基础网络很快就不够用了 所以商业航天就是不停地降低 火箭的发射成本 直到降到马斯克所说的每公斤十美元 成本降低了 发射卫星便宜了 很多过去想都不该想的事情 现在都可以搞了 比如新链 那么这个理念 其实就是摩托罗拉当年的一星计划 只不过那个时候 火箭和卫星的成本都太高 导致卫星电话成本过高 一般人用不起 最后这个项目失败了 现在马斯克发射了几千颗小卫星组网 每个小卫星在天上 也就存在两三年 失效后再发射新的小卫星补充 使得卫星通信的使用成本大幅下降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基础设施上去以后应用革命出现的故事 那么假设卫星发射的门槛大幅降低了 我们发射卫星能干什么呢 举个例子 卫星摇杆过去听上去 是个很高大上的词 其实讲直白一点 就是用卫星拍照片 过去一张摇杆照片的成本高得吓死人 还不能随时随地的拍摄 所以使用门槛太高 离普通人太遥远 假设以后摇杆卫星的成本 几十倍一百倍的降 我们发射大量摇杆卫星进行组网 那么这个商业模式 就完全可能被颠覆 比如西部某个线 想通过卫星照片 观测本地荒漠化的情况 门槛就大幅降低 或者一些摄影爱好者 可以通过摇杆卫星 用很低的成本 来拍到一些上帝视角的航拍图 现在电动车里面的车联网 有了自己的卫星后 功能也可以大大扩展 特斯拉电动车 会使用SPECX发射的卫星 提供的联网服务 也可以用于无人驾驶的导航 如今因为SPECX取得的重大成功 有大量资本涌入到这个领域 很多创业者心怀梦想 创办了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 2016年货量创办的深蓝航天 在中国首次成功测试了 缩比例的可回收复用式火箭 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目前深蓝航天正计划 于2023年完成星云1 入轨火箭此级的高空回收实验 2024年则即完成星云1 运载火箭的第一次入轨发射回收任务 如果说冷战时代的航天竞赛 是在国家意志的驱动下的政治需要 那么以SPECX为代表的商业航天 则有希望像500年前那样 开启真正的大航天时代 只要每次发射都有钱赚 在资本的驱动下 人类航天就会越走越远 为了减少从地球发射火箭的成本 在月球建立航天基地 在火星建立殖民地 甚至建立庞大的太阳系文明 商业航天的终局将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行业会是一家独大 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呢 中美在商业航天当中的竞争格局 将会如何呢 中国离出现SPECX这样的企业 还有多远 这一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